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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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说在和五步蛇相处的过程中 一个不留神就将付出生命的代价 因为知道五步蛇毒性很强 黄蜂平时带它们都是非常小心 可即使这样也不能避免受伤 2007年的一场事故更是惊险万分 那一天黄蜂和几个员工正在挑蛇 准备把蛇分堆饲养 一千多条蛇都装在箱子里 含在地上 拿蛇捡蛇这种事 其实在蛇园里经常发生 本来也没什么危险 可就在那一天事故发生了 小蛇都要多 每一条都要去挑出来 都要去检查 检查口腔 包括肛门 都要检查皮肤 鳞片 都要去慢慢地一个个地去检查 所以说比较累 要不要放 连续几小时 当时黄蜂趁休息的时候 跟学员闲聊 因为连续工作了很久 一下放松下来 手很自觉地搭在了蛇箱上 里底下的小蛇有20多厘米高 大家聊得开心 根本忽略了小蛇的存在 可就在这时出事了 以为没事 没想到就有一条蛇 就那样就能窜得那么高 咬到我手之后 当时看着这个蛇挂在指甲缝里 就是这个指甲 这个手的指甲缝里 咬伤黄蜂的蛇 是出生一个月的小蛇 别看长得不大 但是毒性已经很强了 重则还要致残 尽管养蛇多年 黄蜂这也是第一次被蛇咬上 不过他凭借着多年的经验 马上开始自救 这有立刻处理 立刻就 因为我们处理的真空棒 那个机器就得变成准备的 黄蜂及时用真空棒吸出了蛇头 注射了血清 总算保住了性命 可是他并没有因为这样 而对蛇产生恐惧 反而依然对五部蛇保持着热爱 我们从蛇的身上看到的都是危险 可在他的眼里 蛇是什么样的呢 我会觉得他的眼睛 他的神态 我捕捉得很准确 你也可以感受他的漂亮 比如说我们平常看他就怕了 畏惧了 神秘了 可能就忽略了他的细节 那我不怕他 我不是不怕他 我习惯他 了解他了 我能知道他的细节 细微的地方 我会在细微的地方发现他的美 五部蛇 学名奇蛇 是中国特有的一种蛇类 在安徽黄山地区分布最多 以前这些蛇都是野外捕捉 但是考虑到它具有的商业价值 所以才研究人工饲养 那五部蛇的商业价值 到底有多客观呢 看我手里拿着这个东西 是不是很奇怪 其实这是五部蛇晒成的蛇杆 那这干什么用呢 药材 中文的材名叫奇蛇杆 这个入药已经有一千多年历史了 干什么用 驱风厨师 那现在它这有什么价呢 你手上这个看我看多少 大约有三百克 一千多块钱 这一个就一千多块钱 对 而我身后这么随便面就摆出了一大片 随便挑一片都差不多一千八块钱左右的样子 这是一笔很大的财富 其实五部蛇的蛇杆 只是它要用价值的一部分 五部蛇可以说全身都是宝 特别是蛇毒 很多医用凝血剂都是提炼蛇毒而成 不过这蛇毒的提取可是个技术果 把蛇抓起来已经很惊险了 还要从毒蛇嘴里取蛇毒 这可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 一旦操作不慎 被咬伤的可能性极大 可是这件事对于黄蜂来说 每天要重复几百次 好 哇 你张嘴了 我看你拿的时候其实这个手还是很用力气的 不是用力气 我的力气是按紧不是明镜 一下咬住了这个玻璃杯的杯壁 然后就会看到留下了很多这种棉稠的毒液 现在取出的这种液体蛇毒可不能直接销售 这些蛇毒还要经过科学的加工变为固体 而最终提炼好的蛇毒究竟是什么样子呢 这是什么 五部蛇毒 蛇毒是吗 对 这就是你们提纯出来的蛇毒 对 它是一种粉状的存在吗 是的 干燥以后 它是晶体粉末 我们看一下 这像爆米花似的 这个东西如果说我身上有伤口 它碰到了血液 是不是就会 立刻中毒 立刻中毒 立刻 天哪 那这个一克大概多少钱呢 650块钱一克 650块钱一克 目前我们的售价是650一克 比黄金要贵一倍 贵一倍 将近一倍的样子 最初黄蜂就是看到了五部蛇的经济效益 才打起了算盘 准备进行商业化饲养 黄蜂从小玩蛇玩得多 可正经养殖却是第一次 而且那时在全国也没人高五部蛇的饲养 因为技术核心就在父亲手里 黄蜂借着这个便利条件开始了养殖之路 那年的他也就20出头 一个爱蛇的年轻人 仅仅凭着一腔热情就能把毒蛇饲养成功吗 当时养的蛇也不多 拿着一种试试看的心态 养的是这样 陆陆续续的养总有这儿那儿的问题 总是不成功 按照父亲的科研结论进行饲养 经历了几年 黄蜂的养殖却总是不成功 所有人都很奇怪 既然黄蜂的父亲已经有了比较成熟的科研结论 严格按照方法饲养就行了 为什么还是养不好呢 这个原因只有黄蜂自己知道 因为他的心思根本就不在蛇身上 那他到底想干什么呢 音乐还是理想 还是追求 特别的喜欢 黄蜂现在看上去是个地地道道的养蛇人 您一定想不到他曾经还是一位出过专辑的歌手 为了追求音乐梦想 2000年他抛下五步蛇 只身去了北京 曾经在西单地下通道唱歌 带给了路人很多感动 很快他被唱片公司发现 签约做了歌手 出了专辑 可是最后出于种种原因 歌手没做下去 热爱唱歌的他又不肯甘于做幕后 他觉得既然歌手生涯没出路 那自己何必在北京坚持下去呢 既然要赚钱还不如回家养蛇 2007年他横下心来放弃了音乐梦想 回到黄山重新与五步蛇为伍 看我身边这条蛇 我之所以敢离它这么近 是因为它是一种微毒蛇 名字叫做火炙链 其实它也是非常的凶猛 有一段时间啊 这种蛇价格其实是非常的便宜 黄蜂呢就把它买回来 当做饲料 来喂它的五步蛇 可没想到啊 就是这种火炙链 给它带了一个不小的麻烦 趁着价格便宜 黄蜂买了很多火炙链蛇 饲养在一起 准备用来喂五步蛇 就在当晚巡视蛇员的时候 他们在五步蛇的幼蛇池中 发现了问题 有一天晚上的时候我们都会去观察 因为蛇都在傍晚的时候 晚上的时候我们就要去巡视了 然后都发现怎么有它火炙链在里头 火炙链本来就是和五步蛇分开铺养的 怎么会跑到了一起呢 黄蜂一看这个情景就知道大事不妙了 觉得不妙 肯定啊 因为火炙链是太能吃了 它逮什么吃了什么 其实火炙链蛇并不比五步蛇大 可是特别能吃 一旦进入了幼蛇池子里 仗着体型大 肯定会吃掉很多的小蛇 黄蜂赶紧跑过去 把火炙链给抓了出来 却发现这时候已经有小蛇出事了 下去呆出来了 赶紧把它呆出来 呆出来以后 挤出六条小五步蛇出来 一条火炙链就吃了五六条小五步蛇 那还有多少火炙链跑了出来 黄蜂就不知道了 连续待了差不多半个月 差不多待出十几条出来 每一条是肚子都是吃的饱饱 事情发生后 黄蜂开始追查原因 火炙链到底是从哪里进入的幼蛇池呢 蜜蜂的屋子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呢 然后我就开始我们检查我们火炙链养殖区 发现这个缝 原来火炙链最大的本领就是逃生 只有身体宽度一半的缝隙 它都可以来去自如 而这个石缝正好是火炙链的逃生口 从这里直接通向右舌池造成了无法挽回的损失 现在黄蜂的舌员就要特别检查石缝门缝 以防再出现这样的问题 理清了五部蛇商业养殖的各种思路 黄蜂开始制作了数十种蛇类产品 推广到市场 越来越多的客户来找黄蜂洽谈 依靠蛇干蛇毒以及一些衍生品 每条商品蛇能创造的价值都在五六千元以上